選起來 然後Ctrl V 記得要貼到哪邊 貼到開發人員 開發人員的位置記得是在其他命令這邊 這個制定功能區這邊 這個把它打過就有了 OK 然後呢 再到這個Visual Basic 裡面 去找到那個 我們要貼的位置 貼的記得一定要先插入一個模組 因為如果你沒有模組 沒辦法貼了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是必要的選項 Visual Basic裡面的模組 這個都固定的 你不要連貼的能力都沒有 那當然後面就沒辦法了 OK 那你就把我們剛剛的程式 Ctrl V 貼上 這個就是答案了 但是 你這樣直接run 應該可以run的出來 但是 這個怎麼做出來的 才是關鍵點 那 程式沒幾行 不過都是非常的 重要 這些其實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寫出來 沒有問題 畫面 我們再來往下看 另外字如果要放大的話 記得在工具裡面的選項 選項裡面的撰寫風格 這邊都可以把字放大 因為它預設好像才9號字吧 這個9號字看久了 眼睛會不舒服 所以建議是把字稍微放大一下下 那我大概就放大到14號字吧 12號字左右 好 再來的話 你就把那個程式給貼上 那貼上 這個 你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自己 將來可以把 一些東西刪掉 重新再做 這個sab的產生 基本上是從上面插入程序而來的 那把這個地方 插入一個sab 名稱叫 切割 負選題切割 這個是我打上去的 按確定 那 中間這個地方 本來是沒有 我們要分別把把這個上面的資料給打上去 那裡面要做哪些事情 我們分析一下 這個地方為什麼這麼厲害 按下去之後呢 它會自動幫我把它切割 切割 完成了 有沒有自動切割 那清除的話 有沒有要放下面 清除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題目分析 我大概的 想法是這樣子 我需要切割的範圍告訴他 這個跟入門班那時候 講的一樣 第一個 For i 等於第2列 到 A2 也許A2的最下面一列 我要先知道範圍 所以呢我需要做的一個 一定是個for回圈 for第幾列呢 第2 所以for i 等於 2 到 最後面一列 最後面一列的話呢 我可以用什麼 range A2去偵測 這個我們之前寫過蠻多的 然後這邊一定是一個next 所以先確定什麼 確定我要抓的這個範圍 是從 第2列 的D欄 一直到它的最下面一欄 那我如果抓到了 這裡面的資料要做什麼呢 把它做 資料的切割 切割 那這個切割的部分的話 在VBA裡面 它有一個 函數 這個函數呢 叫Sprits Sprits Sprits的話呢 它可以 可以幫我做切割 切割什麼呢 切割儲存格裡面的東西 那按照什麼來切割呢 按照豆點來切割 但是切割完之後 特別注意喔 它會幫我放在一個 正列裡面 所以喔 切割完之後 假設原來是這樣的一個資料 裡面有三個對不對 它幫你切割 切割 按照豆點來切割 幫你放在一個 正列 ARR裡面 假設我給它一個名稱叫 ARR 那這個正列裡面的 第1個 第1個值的話 這邊就0 1 2它會有個編號 那我只要怎麼樣 我只要把這裡面的值 裡面的一個怎麼樣抓出來之後 放到我指定的位置 再換下一個 再換下一個 直到沒有為止 那這樣的話呢 就全部跑完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一題稍微 如果以 難度來看的話 是 比較難一些些的 那主要會跑兩個回圈 一個回圈是 整個 大範圍的回圈 一個回圈是 抓到裡面資料之後 轉到正列 輸出的回圈 那怎麼 怎麼撰寫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 我把 大概 的部分跟各位講一下 那再來的話 這個程式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 我會先建一個J 這個J指的是什麼 各位看一下 這個J指的就是說 我將來要輸出到 居欄的 第幾列 特別重要 預設是 2 由這邊開始 第2列開始 一直在往下 所以將來這邊有個J 等於J加1 加1的意思是 一直往下的意思 再來的話 回圈範圍 for I等於第2列 一直到哪裡呢 Range 第2 的最下面一列 當然你用 A2也可以 用D2也可以 這個指的就是說 只要往下追蹤 它最下面是哪一列 不過我這邊多寫了一個 哪一個工作表 特別注意 將來 如果說你將來 因為這邊有兩個工作表 如果你是跨工作表的應用的話 記得要加一個 哪一個工作表的 編號 或者 這個是編號 我用E 第一個工作表 或者是說哪一個工作表的名稱 兩種方式都可以 那比如說呢 我這邊是用E 表示是第一個工作表 的 這個範圍 或者當然你也可以 把這邊 SHITS E改成什麼 這邊當然你可以把它改成雙以後 用名稱也可以 比如說 VBA入門班 打這樣也可以 這樣它會自己抓到這個 兩種方式都可以 哪一個比較OK呢 一般如果說 你那個 數量少的話 像兩個 我習慣是用編號 可是如果數量多的話 有時候編號會亂掉 那我就用那個 用名稱 所以這個地方是可以取捨的 好 第二個的話呢 利用什麼 用SPRITS 這個SPRITS 要切割 因為我要抓到什麼 抓到 D欄 D欄裡面的 第一個 第一個抓過來 那怎麼抓 一樣 把這個D欄的 這個儲存個Sales 那切割的話呢 用什麼 用逗點來切割 所以特別是 這個SPRITS 這個函數 主要你先要給它一個資料 比如說這個資料 過來 用逗點 他就幫你把切 切 看有幾個逗點 就幫你切個幾個等份 放在正列裡面 可是問題 你要怎麼樣把這個正列再輸出 特別注意 後面呢 我用的是Foreach Foreach的意思是說每一個 在正列的每一個資料 一個一個幫我抓出來 所以特別注意 AR裡面假設有三個好了 他會先把第一個先給這個Sales變數 這個Sales變數也是我自己取的 那我就怎麼樣 把它放在 G欄裡面 G欄 這個 比如說他本來是2 你就先放一個 那在這個的話 再往下 因為加了11之後的話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一直往下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呢 我就可以把 這個程式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放了 那底下這邊會有個Application Wait 這個是讓程式跑慢一點 這個什麼作用 你們先暫時把它註解掉 先不要管 因為這個等一下主要是關係到那個圖表 因為圖表 有的時候跑太快了 一下就跑出來 我希望那個圖表跑慢一點 慢慢慢慢看到那個 長大的過程 那你可以怎麼樣 讓程式跑慢一點 那如何讓程式跑慢一點 就是這一行 但等一下再看這個部分 那清除的話怎麼清除 就把G欄裡面的資料清空就可以 所以其實 只要範圍給他 然後把資料清空 這樣就OK了 所以第1個 如何把 這邊的資料 切割到這邊 第2個的話 就是說 切割完之後呢 我需要統計 他的比數 切割完 他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裡面到底有幾個是 函數進階啊 幾個是 VBA的入門解說啊 怎麼算 當然你比較笨的方法是什麼 會不會有同學用什麼資料裡面的排序 排序了 你想說 老師你看我排完序了 這邊有幾個我看到了 這邊有幾個我看到了 可是問題啊 你總不可能說 把它慢慢再算一算看幾個吧 這種方法是比較笨的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式呢 可以快速的幫我把這個範圍裡面有幾個 函數進階 放在這裡 幾個 VBA入門解說 全部都算完 算完之後呢 再產生圖表 OK 請各位 試一下 剛剛那個 這個我想開發人員特別重要 貼不要貼錯 因為 看有些同學好像是 之前沒來上過的 記得 這邊插入一個模組 貼上來 把 雲端上的層次貼過來 他就給work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看看 好 來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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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